三月份的一代風災 重創東非國家星巴威 道路中斷 災區急缺民生物資情況下 當地政府向慈濟人求援 第四天導使 星巴威的國防部長打電話給我 需要尋求慈濟的協助 用四層次的車子 我們就進入災區 不過沿路上 道路不是中斷 就是泥泞難行 必須迂迴繞路 才能抵達災區 克服困難 那從另外一個山區 再走進去 短短三十公里 我們是走了 大概有六七個小時 開車不是走了 星巴威慈濟職工朱金財 返台分享一代風災 震災的過程 在當地常年復出 也在這回風災的 慕心慕愛當中 看到星巴威民眾的認同 我們慈濟在那邊 也耕耘了十二年 因為看到我們很誠心的 為在付出 也為整個星巴威在努力 所以他們會非常的認可 長期以來 為改善當地生活品質 不管是修復水井 或是文具等物資發放 朱金財帶領本土志工 克服困難 一步一步踏實復出 大愛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非常好